全身终焉 准备战斗 爬 撤 弟兄们 撤 弟兄们 是不是把不子运到莫家中 发开 怎么回事 已经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先看着 再一次 是 莫太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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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鬼子还真有经营的部队 快到了 多少人 大概三十几个 就你还剂 就你还剂 王护班长报 别打开手 老邹 让残影发偿过去 是 你们行啊 赶快走 准备 打 还会 开了 许妹 打 咱们有支援的部队吗 没有吗 管她呢 打完再说 打 好 怎么能分家 来 到 你们是哪部分的 我们是八路军 鲁州纵队独立团 你们是有军的兄弟吗 没错 我们是驻鱼县 国军独立师的 走 从这里到这里 由墨家庄来负责 三天之内必须等功 而且要确保工程质量 这个路段遇到雨天 会非常地拟拟 会直接地影响到 黄军卡车经过 所以路面上 必须要用碎石进行加工 这 这 有什么问题吗 蔡君 人手方面没什么问题 就是工具和石料 还得黄军给协助一下 还不能这么说 现在已经是你的事情了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你都不能耽误 好 报告 小长 报告 有什么 谁的幸福 我 你怎么参加共产党了 你怎么参加共产党了 什么意思啊 我不能参加共产党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今天啊 多亏了你们了 谢谢 谢什么呀 共产党和国民党 不都是中国人吗 只要是打鬼子 就不用跟我客气 对了 对了 你们今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还想问你呢 你们是什么任务啊 什么 就为这两手物资 哦 集物资来了 我们是来打探一下 墨江庄那批鬼子的动向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会在这儿遇到了你 看来还是你们共产党情报快啊 我可是刚知道墨家庄进了鬼子 哦 对了 听说这鬼子 把整个庄都给封了 看来他们要在周围的区域 有大动作 嗯 一定是的 墨家庄的百姓很多 怕商级无辜 商级也给我们指示了 等确定了那批鬼子的具体计划之后 再想办法消灭他们 到时候我们还要联手啊 来 墨大参谋 今天这仗 咱们是一起打的 那这辆车物资 是不是也得分我们一半啊 哎 不行 不行 跟你说心里话 这点物资啊 我一点都不稀罕 但是 这毕竟是我的任务 这样吧 缴获的枪支 你拿走一部分 然后 我把物资运回一线 等我跟尚丰汇报完之后 再申请分给你们一半 怎么样 得了吧 东西都拉回去了 还能再分给我们呀 你哄我呢 谁哄你啊 我说的是真的 你要不信 我就给你打个欠条 打欠条 打欠条